其實現在賴清德的態度很明確就是這樣 國防部長用顧立雄 國安會用吳釗寫 那哪一個不是讀到 都已經律到出資的人 你的愛將鄭麗君 請問你知道嗎 他的家人喔 他的很多的這個 親戚朋友喔 都在大陸賺大錢耶 你知道嗎 請問賴清德你知道嗎 那鄭麗君要不要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還是又要抱歉不好意思我先躲起來呢 有沒有勇氣來面對這些質疑 那到底這個鄭麗君家族是怎麼個賺錢法 今天徐小星要好好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呢鄭麗君的 鄭麗君很有錢大家應該知道 對吧 所以他可以當時我不要工作我為了帶小孩就走了 當時很多就是前幾天大家還在看說 徐小星的財產申報增加了多少 然後拿著這個幾百萬的這個數據 但是呢實際上面民進黨裡面有錢的大有人在 鄭麗君就是其中一個 而且他們錢從哪裡來 他們如果只賺台灣的錢喔算他厲害 但是實際上他們的公司跟中國大陸是有關的 所謂我可以我也可以解釋成紅色供應鏈 是啊 但是呢鄭麗君過去的說法是什麼 在ECFA的時候他們說不可以有ECFA 有了ECFA之後呢你看錢都跑到大陸去了 是 結果呢他們自己的公司 先生的公司就是在賺大陸的錢 這件事情過去呢曾經有人提過 可是這是第一次我們拿出了具體的證據 給大家證明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那他是這樣子 1996年的時候鄭麗君的先生 沈學榮 就在台灣開辦了台灣居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那在2010年的時候他在大陸的東莞 也開了一家這個公司叫做東莞居慈 後來改名叫東莞方策 那結果呢 2012年鄭麗君選上了立委 那沈學榮呢就把他的子公司 就大陸的這一家的法人代表 變更成女兒沈毅 所以女兒也可以做負責人 再來2016年5月 鄭麗君當上了文化部長 沈學榮鄭麗君的老公 就把子母公司兩家 負責人都變更成當時母公司的高管 也就是沈學榮的親姓胡佩莉 那胡佩莉呢就一直都在子公司 東莞這一家公司 當法人代表到現在 2017年的時候 沈學榮又偷偷的去把自己的名字 又換上去 變成自己又變成母公司的負責人了 所以現在台灣居慈的公司負責人 就是鄭麗君的先生沈學榮 那呢 2018年12月有人就在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呢這個 胡佩莉她就請辭母公司董事 然後呢2020年1月的時候 子公司就把東莞居慈 改成東莞方策 這是前情題要很複雜對不對 我直接跟大家講重點 這個前面一定要講 避免說人家說我們沒有查證 那重點在於東莞的這一家子公司 就是她在台灣的居慈公司 扮演可能類似白手套的角色 怎麼說呢 她在股權調整之後 母公司並沒有停止利用子公司 在大陸賺紅錢 我們拿一個比較近的來給大家看 2021年3月的時候 東莞的這家公司 跟大陸的蘇州一家電子廠 有做過一個生意 然後就是去買了台灣居慈的產品 那呢這個採購過程是這樣 台灣居慈賣給東莞 東莞再賣給大陸蘇州的電子廠 好那這個過程當中呢 大陸這邊蘇州 他所收到來自東莞的所有包含 承認書塗裝品的測試方法頁 出貨檢驗報告跟出具的材料安全規格表 所有東西除了承認書上面 有寫到子公司的名字之外 剩下全部是沈學榮 鄭力軍老公的台灣居慈 哇 就連售後維護人員的聯絡方式 還有email信箱 全部都是台灣居慈 哇 所以我還出事了 他真的沒有在怕耶 沒有在怕 出事因為這個他們覺得 這些資料不會被拿出來 過去他的說法就說 沒有啦 只有台灣居慈跟東莞兩邊有貿易 嗯嗯 但他沒有說的是東莞 把跟台灣居慈買的東西 都再原封不動的賣給了 中國大陸的電子廠 其他的公司 所以等於說中國大陸的電子廠 他買到的是台灣居慈的產品嘛 那他等於把錢給了東莞 東莞再給台灣居慈嘛 這就是一個很明確的產業鏈啊 那重點在於你東莞你要去賣產品 給大陸的廠商 結果你的對價單上面 做這張對價單的人的E-mail 不是東莞方策 是台灣居慈 後面是TW就對了 對 後面是.com.tw 所以代表說你台灣居慈 跟你東莞方策這兩間公司的關係 是非常非常close 你是有實質控制權的 不然怎麼會你出貨的這些對賬單上面的E-mail 不是留子公司的E-mail 是母公司的E-mail呢 真的是也演都不演了 馬信直接寫我的就好了 就是覺得大家都不知道沒關係 一走遮天 因為他覺得那都是私下的一些可能各 這個廠商之間的資料 但是因為後來就有台商看不下去 然後跟我爆料 那經過一段日子的收集之後 我手上最起碼就有三份的對賬單 上面寫的資料都是台灣居慈 不是東莞方策 所以你說這難道不就是 鄭力軍的先生在大陸賺紅錢嗎 你們一方面每天高喊台獨 高喊抗中保台 但另外一方面你們公司的財源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中國大陸的電子廠 這個說得過去嗎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他們的這個標準 在看待別人的時候 當時他們看中天的時候 完全沒有找到任何所謂紅色的證據 就硬要把人家給關掉 寫了一堆都是用影射的 NCC可以做這樣的事 那請問像我們提出這樣子確切的證據 有包含客戶的對賬單 包含產品承認書 測試方法頁 然後出貨檢驗報告 這麼明確的顯示 台灣居此跟東莞 跟這個其他大陸廠商的供應鏈的關係 如此的明確 為什麼整個民進黨避而不談 卓榮泰好像有說了 卓榮泰說了一個很好笑的 今天記者跟我說的 卓榮泰說 鄭麗君長年以來 對他還有他的家族我們都充滿感激 一起讓國家更民主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賺大陸的錢要怎麼樣 讓國家變得更民主 我們有一個網友剛剛就說出來 他說因為要建國嘛 建國總是要有錢啊 所以要派人去賺錢 他們才能有這個建國基金 OK就是一手拿一手罵的概念 對對對對對 所以就是先罵這個對岸 然後但是賺了錢之後我要拿來建國台獨 這個也是 但是這個也是要臉皮夠厚 他們過去鄭麗君的說法是 如果簽了ECFA以後 如果台灣要依賴中國 台灣年輕人會面臨低就業 低工資低成就的3D的 惡劣的勞動市場 而且呢會加速廠商 外移中國 不僅呢對於傳統產業服務業都會 受到衝擊中國低價品也會 傾銷台灣結果呢 在實踐這件事情的人 是他自己的先生他們自己 不只先生還有他女兒 也曾經做過這個公司的負責人 就是鄭麗君的家族 就變成一個紅錢世家 所以這個抗中保台的抹紅手段 在民進黨裡面已經不意外啦 比如說像現在的那個 經濟部長 未來的經濟部長郭智輝嘛 對對對他可是在有名了在大陸 對他在從越科技裡面 他曾經協助誰啊 華為設置晶片廠 對啊那民進黨也不在乎 平常罵華為罵成那樣 現在突然不在意了 美國都怕華為 你民進黨這時候怎麼敢不聽話啊 對然後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張宏露的家族在大陸的四川 京商大地領有 中國台灣居民的居住證 不是很喜歡扯別人的家人進來嗎 那怎麼不問問看張宏露的弟弟呢 這還不是什麼我老公的姐姐這種關係耶 就是他自己的親生弟弟耶 沒錯 欸 鄭麗君你出來的時候 千萬不要說什麼 那是因為我老公喔 因為你們是用這樣的標準看徐老師喔 他老公的姐姐喔 還有老公姐姐的先生喔 所以鄭麗君他是你先生 麻煩請你就不要再推脫了好嗎 然後我剛剛講的是 還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中國棚啊 啊中國棚啊對啊 當時鄭麗棚為了要賺錢 然後把自己的這個國籍寫成是 中國台灣然後去申請什麼 專利幹嘛的那些文件 那請問你們怎麼不說呢 就是民進黨他們平常時 抗中寶台講得很大聲 到處懷疑別人 懷疑別人推論從一連到一百一百一百一 結果對於這種 我們已經拿出實際證據來的東西 不要再說我們什麼連連看喔 我連對帳單都拿出來給你看 證明東莞這家公司 賣東西給中國大陸 他上面的email就寫的是台灣居詞 還有什麼好說的 哪有一家 哪有一家大陸的公司 然後呢去做生意的時候 上面還寫.com.tw的 還是別人家公司的email的伺服器 這證明你們兩家根本是同一家嘛 你只是為了掩人耳目 去做白手套的工作而已嘛 所以在上任之前 鄭麗君這件事情 我相信國民黨不會輕易放過喔 我們就每天來看看 每天來就是追蹤這件事情 看鄭麗君跟他的先生 要怎麼來回應 他到時候跟你說 我要離婚了是不是 沒關係我不知道你要怎麼回應 等你就出來講清楚 還有賴清德 你也要出來講清楚 然後這個 哇已經有人說 希望小新能去選新北 選市長 欸這個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選市長對他來講 這個他就沒有辦法 就是好好的這個當柯南 所以請請他留在這個 民意代表的位子齁 真的是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齁 好那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來討論就是 今天齁這個中 他又公佈了一批他的官員嘛 那欸很奇怪喔 自由時報寫的東西 合理要相信吧 對不對 因為這個就對不對 對 幾乎這整波都是他們獨家 都是對的 欸他們昨天就已經講了 陳時中要入閣當政務委員 因為他很會協調 但是今天公佈的人選當中 我點點點點點點 欸沒有看到陳時中 反而就管 管碧琳是留任是之前就知道 那陳時中是怎麼樣 先不拿出來講還是 還是我覺得陳時中最後會入閣 我也覺得會 這是遲早的事情而已啦 好就是放在最後幾波 就是大家還 就是就是大家比較 不關注的時候 趕快偷偷放進去 對啦我覺得會 那至於就是說 管碧琳留任的部分 我覺得是非常可惡的 這真的是 大家還記得當時還尋俗的 這個壯傳事件 214事件 到現在那解決了沒有 嗯 完全沒有解決 完全沒有處理 人家人家 無能 那兩個罹難者的骨灰還在進門 他不是骨灰 他是遺體 大體 還沒有燒嗎 我知道的是還沒有 因為這個是家屬有拒絕火化 OK 因為要留下他的遺體 才知道到底是他身上有發生什麼事情 是是是 那希望把遺體運回去中國大陸 那這件事情完成了沒有 嗯嗯嗯 已經這麼久了 對 那當時這麼大的一個新聞 死了兩個人 然後呢 管碧琳處理 從一開始的這種不誠實說謊 囂張的態度 對囂張的態度 到現在 竟然是被留任的對象 這也看出了 就是說 現在520的新內閣 就是毒上家毒啊 對 你這種就是傷害 就是大陸的民眾的事情 反正呢 無所謂 我也不在乎 對 生氣的跳腳的大陸人 他也不管你什麼倫理道德這種東西 人死為大 對 都不在乎了 反正你只要能夠幫我繼續抗中保台 我就繼續用 其實現在賴清的態度很明確就是這樣嘛 對 國防部長用固立雄 國安會用無招寫 這哪一個不是讀到 都已經律到出資的人 而且之前這個 每次做這個內閣民調的時候 這幾個不滿意度不是都超高嗎 但是都還是可以繼續留任 這就是在民進黨的政治文化當中 有的時候真的讓人看不懂的地方 嗯 很看不懂就是 民進黨他們就是優先鞏固基本盤嘛 那反正他們有整個包含媒體啊 側翼啊 旺軍啊 可以到處亂搖啊 比如說可能做我的新聞 可以做一個多禮拜 然後明明就已經 不止啊 每天其實問我的問題都是一樣的 我已經回答五次以上 但是還是可以 雅沛我們要熱水謝謝 還是可以繼續問嘛 那這個就變成是說 現在大家社會上面真的關心 能夠讓我們社會往前進的話題 他們卻完全不談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控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